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怎麼讓蝴蝶蘭的花開得又多又漂亮 我們先來介紹前面這隻這一株 我們將距離拉近一點來介紹一下 我們看到眼前這一株 這顆木頭上面的蝴蝶蘭 這個是從室外拿回來的 它原本有1,2,3,3片葉子 葉片少 氣根也不多 氣根也少 所以它的花呢,整個你看 它之前開的花呢 一開完就會卸掉 開的也不會很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本身氣根不多 葉子不多 所以它沒有辦法 有充足的養分 就算你一直噴開花肥 你一直噴它也一樣沒有辦法 所以很有效的說 長出很漂亮的 很完美的花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漂亮的花 我們看到後面 這邊的花 這邊花就很漂亮 很飽滿 氣根也非常健康 葉片也是 長得很多 2,4,6,8,9 光是這邊看到還有新的 就是9片葉子 所以這個蝴蝶藍 一般來講 我們養蝴蝶藍 像這種情況呢 它能開花開這麼多呢 這算正常的 但是一般人 如果要讓蝴蝶藍的花 要維持很久 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當它開花的過程中 準備在抽花芽的時候 我們要一個禮拜 那我個人呢 是將開花肥活力樹 全部加到這一罐 有 那個 心血來潮的時候 大概幾乎啦 兩三天 或者兩天 也有可能每天噴 想到就噴 像這個情況下 我來示範一下怎麼噴 這樣 就這樣噴個幾下 每天噴也沒有關係 在它開花過程中呢 一直噴一直噴 就像它現在開花了也要噴 因為你如果不噴 它的花 有可能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剛開始開的花 它有可能就會先 先落掉 花梗在開花的過程中 到整個花貓 開過程中 你那個 這個開花肥呢 跟那個 活力樹呢 有空的時候就噴 噴一點點 不用噴得很濕 就像剛剛示範這樣噴就好 噴完以後呢 它有個好處就是 讓這個花呢 可以維持開比較久 像這個花 到最尾端這個花準備要開的時候 這第一朵花都還沒有卸掉 跟外面人家市面上賣的蝴蝶蘭呢 看起來就像跟外面市面上賣的蝴蝶蘭 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讓這個花開得又多又漂亮 所以呢 你要養蝴蝶蘭呢 就是要先把七根 養得漂漂亮亮的 把葉片養得多一點 讓它有足夠的養分呢 來供應這個蝴蝶蘭的花 開花 那我們今天呢 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